巴赫就用圣经原文写作这十首曲 那么他第一次写是在1923年 他刚刚到莱比锡教会接任音乐总监的时候 写了一套 用这几节经文写了一套 十年以后在1733年 他第二次重新演出 第二次重新演出他把它改动了一切 我们当然讲他修改得更完美 这是在1733年他演出的这一版 这一版里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 他完全照经文写出来 可是他那时候是用拉丁文写的 巴赫所有其他的送大部分其他的送在去都是用德文写的 那么很少有一些是用拉丁文写的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拉丁文德文我们一样都不通 所以要欣赏巴赫的这个作品 巴赫他做了我们现在留了一千多套的作品 那么他们在编辑巴赫这些作品的时候 把巴赫的送账曲 把巴赫的送账曲 先收集起来 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些送账曲的巴赫作品 非常清晨的部分 那么这个 孤嘉宾在第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 就念一下 他说玛利亚他在怀孕之后 天使告诉他你要怀孕 要生一个儿子 那个他就去看他的表姐 表姐那个时候也怀孕了 因为表姐怀孕的时候 怀孕了施洗于汉 所以玛利亚知道他怀孕了 他一怀孕就赶快去看他的表姐 所以他看到表姐之后 他就 我们知道他是唱这首歌呢 念这首诗呢 还是怎么样 但是留下来的经文就是 我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 神我的救主为了 因为他顾面他实力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卑微 他全能者为我成就的大师 他的名为神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 他用榜帝施展大能 他狂傲的人 正心里妄想 就被他改善 他叫有权宾的师位 叫卑贱的身高 叫惊恶的得美诗 叫富足的空子归旋 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所以不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一诗 《诗年里诗照》 这是十节的经文 是很美的诗 每一句里面都有一个图画 都有很深的海域 这是他因为怀孕将来要神了 要把耶税生出来 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激 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在这诗里面把现实的梦幻 巴赫就用这十节的圣经 他每一节都写一个曲子 那么这一个 他前面有十首曲子 是他的本文 他最后又加了一首 是三一颂 就是颂战神的 我们说 荣耀归于圣父 归于圣子 归于圣女 这个是他家长曲的 但是用这个来做 全曲结束 那么他这一个十首曲子 他也是有一个很整齐的安排 前面是一个合唱 最后也是一个合唱 那么在中间有一个合唱 那么在这个合唱中间 他加了这个独唱 跟二层一长三层一长 那么这里面是很有意思的 他这个前面两首 中间两首 和合唱曲 都是这整个经文的一些高潮的部分 他高潮的部分 他用合唱来表辞 那么中间他就这个独唱 二层唱 三层唱 那么他就不是用全部的乐队 就用一个乐器 两个乐器 很小的两个 很简单的乐器 来跟这个独唱 或者是二层唱 三层唱的 这个歌唱人做对比 他们做对话 这个对话很亲密的 音乐声音很小 因为只有一两个乐器 跟这个唱的人在那里 好 应答 所以这个是他这个合唱 跟无唱中间有非常鲜明的对比 那么这个是他的结构 那么他这个合唱 巴赫的合唱 他这一个他是用拉丁文写的 那么在拉丁文 拉丁文是西方语言里面最简单的 最简练的文的语言 拉丁文跟中国的古文很像 那么他用很少的字 可以表达很多的意思 所以拉丁文很难翻译成中文 这两个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但是它的中间很难把它 一个转换成另外 可是拉丁文并不难懂 并不难读 因为英文字里面有很多是拉丁文 所以你懂得英文 就已经懂了差不多20% 30%的拉丁文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英文字 知道它的意思 一转转回来就可以了解这个拉丁文 那么这个圣经全部都翻译成中文了 所以这个我也不必把拉丁文翻译成中文 我只要把中文圣经抄定来就行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阿波克的合唱曲通常很不大 那么在这里面 它的写曲的时候 它的合唱曲是五部 五部合唱 两部女高音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中间 所以五部的唱 你要听很多语 那么后面又有一大位乐器在里面 非常有趣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耳朵都没有fully developed 都是很欠缺的 我们的耳朵都不行 因为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很难抓到这个声音 很多声音 这个人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一个仪器 它能够接受的运动没准得非常多 但是你如果没有训练的话 东西都耳边疯就过去了 但是你要能够抓住它的话 这个里面你看有五部的声音 又有大概十部的乐器一起出来 你要能够抓到它里面的 它在说什么 这个就很不容易 但是非常有趣 所以八合的东西你听不见 因为我们永远只能够听它外面的一点东西 但是它里面很多东西都出来 每一次听它你可以多得 多发掘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这合唱曲是 它是所谓的符合音乐 每一部都有独立的调子 那么每一部的调子都不一样 但是配合起来非常有趣 它的独唱曲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欣赏它的独唱曲 因为这个只有一个人唱 后面一个乐器或者两个乐器伴奏 所以这个对你的耳朵不是那么吃力 你可以分辨出它在唱什么东西 然后可以欣赏乐器跟歌唱的人 他们中间的对话 然后最要紧的 巴赫这些宋战曲最要紧的 它是想用音乐来解释这个文字 所以你们大家欣赏巴赫的音乐 就需要知道它在唱什么 你们知道它在唱什么 就知道它为什么这样的写 所以我在这里说 读唱曲比较容易欣赏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它要强调的一些字 你这些字知道了 就知道巴赫为什么要写这个样的写 它用音乐的方式来解释声音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先简单地介绍几个合唱曲 因为合唱曲比较难听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听两次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多一点心得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 唱第一首合唱曲《国心尊不为大》 然后是中间这首合唱曲 它用皇帝词来打了 然后最后这个合唱结尾的 它有三一首 那么这三个合唱给大家听一下 我们大概知道它在做什么 那么它在第二段我要给大家看的是 因为它说 因为它顾念它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主书 这个万代 我要给你听它怎么样子说这个万代 一代 两代 三代 要一万代 四代 要一万代 OK 音乐怎么样子表现 那么我给大家看的 等一下给大家全套 从头到尾看 那么这一套演奏是 这是维也纳的一个乐团 这是《维也纳》的一个乐团 他的指挥是《Hanel》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指挥 它对巴巴的音乐也是有非常多的录音录影 好 我现在就要给大家寻找第一首《我心尊主为大》 这个《我心尊主为大》它是Magnifica 这个《我心尊主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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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它的 哦 拉丁文的排法跟中文不一样 中文都是组织在前面 动织在后面 然后在受词 但是西方的语言它可以随便带 可以 因为它有文法 所以这个全曲里面唱《Magnifica》 大家一起有141次 它就是Magnifica 就你怎么样尊主为大呢 你就天天Magnifica 所以这个它一个字给它一直在表现 它整个乐队一直就在唱这个字 那么就强调 《我心怎么样尊主为大》 就是一直在唱这个 好 我们先弹一下这个 要记得这个开始这个曲 因为它最后还有一个 它唱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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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等一下有三个喇叭出来 三个喇叭都是吹不通的料子 然后等一下有三个喇叭出来 这个耳朵的 我只能听到这个 我只能听到这个歌 你自己承意 到了 对 我只能听到这个歌 如果就是这个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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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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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